站站小屋税法教学 企业家大老板基本配备的投资控股公司 这一节影片要以税法的角度跟各位分享 它到底好在哪里 为什么大老板企业家通常都会有投资控股公司 首先来看一下个人资产配置 通常个人的资产配置 它的财产如果是比较富有的话 通常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不动产 另外一个部分是股票 其中股票相对于不动产来讲 它的流动性是比较好 所以它可规划的空间 结税的空间比较有 所以在这一节影片 是要以股票来跟各位介绍 为何成立投资公司 到底它的税务规划的效果是怎么样 首先来看一下所得税的规定 关于盈利事业所得税 如果是个人的话 在目前它的计算方式分成两种 一种是把它纳入合并所得 个人综合所得去做计算 这里可以看到 当我合并申报的时候 它是可以按8.5%去抵减 不过每一户最高是每年8万块 为限 这个待会会以比较实际的 数字案例跟各位介绍 那另外还有一种申报的方式 就是我的股力所得 我直接将它分开计算 那就是很单纯 就是按照28%去做计算 这个是个人股力所得的部分 那如果是企业所得到的股力所得 可以看到在所得税法 公司因投资国内其他盈利事业 获费的股力盈余 它是不用缴纳所得税的 不记录所得而克税 因为其实道理蛮简单的 同样都是盈利事业 我在公司A他已经被克了盈利事业所得税 他再发放股力给公司B 那对于公司B来讲 如果他还要再克一次盈利事业所得税 很显然是重复克税 所以税法才会有这个规定 接下来就以这里看到的所得税法 针对盈利事业所得相关的规定 来做范例的讲解 首先个人的股力所得 假设是我是企业的大老板 我的公司有盈利事业所得 本业的利润是100万 依照盈所税的税率20% 要缴纳20万的所得税 那我就有税后盈余80万 是可以分配股力的 接下来就以分配股力的情形来看 假设大老板他除了股力所得80万 他还有其他的类别的所得 例如说董监事酬劳或者是薪资之类的 他的综合所得非常的高 那如果依照个人综合所得税的几句的话 有可能合并申报他是要40%的税率 也就是这里的股力所得 要用40%去计算应该缴纳的所得税 虽然说有刚才看到的8.5% 然后最高一年8万块的抵减金额 可以扣除 但是这个相较于40%的税率 可以说即使扣掉了税率还是很高 那我如果是用刚才看到的另外一种方法 分开计算 股力所得是分开直接依照28%去计算的话 那等于是超过四分之一要去缴税 那对于大老板来讲 他就会想我的公司在这里缴了20% 然后我收到了股力还要再缴28% 这样子当然就会觉得税务负担有点沉重 那会想说那我干脆就不要发放股力就好了 没有股力所得 当然我就不需要去考虑这里的 不管是合并申报或者是分开计算 虽然不要发放股力的想法很简单 但是在实务上当公司到达一定的规模 通常不会只有一个人是股东 会有很多的股东 并且还有可能公司已经公开发行是上市贵公司 那你不太可能公司有赚钱还不发放股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另外一种想法是 我发放股力 但是我要成立投资控股公司 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盈利事业如果是直接发放股力给股东 也就是大老板的话 那根据刚才的算法 刚才已经看到了要缴税 而且要缴很多税 那如果既然我老板已经很有经验了 都开了很多家公司 那我就多开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持有老板自己的盈利事业 于是盈利事业在发放股力的时候 不用直接发放给老板个人 而是发放给老板所成立的投资公司 而且这家投资公司 它的股权是完全掌握在老板的手中 所以对老板来讲 其实还是有发放股力的 只不过是发放到自己的投资公司 在有了投资公司的规划之后 接下来就来看股力税负的比较 首先一样是盈利事业所得税 100万要缴20万的税 这个是跑不掉的 我盈利事业有赚钱 就要缴纳盈利事业所得税 重点是在于税后的股力 或者是盈利怎么安排 假设我是像刚才有跟各位介绍的 已经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然后比较单纯的状况 它完全持有这家盈利事业 所以这家投资公司 它的股力所得80万 根据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所得税法 公司转投资是不用再重复课税 所以这里的股力所得不用再课税 可是之所以成立这家投资公司 就是希望先不要发放股力 那我在这里 它的盈利事业所得 它就会把它留在这家投资公司 那根据税法 如果这家投资公司 它有盈余 它不管是本业利润或者是股力所得 只要它的盈余没有分配的话 是要加增5% 那等于它还要缴纳4万块钱的所得税 这个可以说在税法上 它其实也有考量到 如果个人或者是公司 它的所有者因为税负的考量 一直没有分配盈余的话 这样子很显然 在税负上是有点不太公平的 所以要稍微意识一下 要加增5%的未分配盈余税 那即使要加增5% 跟我发放股力比起来 这里可以看到 不管是合并申报的40% 在抵减税额 或者是分开计算的28% 这里投资公司的5% 很显然是比较有税负节省的效果 而且对于企业家大老板来说 其实他钱本来就花不完 他这里的股力所得 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把它花掉 那我干脆就把它留在投资公司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不用去缴纳高额的个人综合所得税 钱就留在我自己的投资公司 等于他也是在我的口袋里面 以上就是这一节影片的介绍 更多的税法教学 欢迎各位加入赞赞小屋的脸书社团 有任何税法上的问题 可以在脸书社团提出来 如果适当的话 赞赞小屋会安排影片 为各位讲解 谢谢